大家好,今天我们做披萨 用平底锅和烤箱来做 做一款直属的,做一款火腿肠的 300克面粉 4克酵母 1克盐 1小勺糖 将产量混合 然后加入190cc温水 温水就是手摸上去温温的就可以了 将它混合成一个面团以后 我们再加入10克左右的植物油 少量多次的加入 将它放到手上 这样来一边揉一边加入 既可以防止粘手 然后也能够将它充分的揉均匀 面团揉好以后,盖上保鲜膜 将它放到一边等待 我们将紫薯馅做好以后 这个面团就可以用了 将紫薯切片 上锅蒸熟 我这里的紫薯是300克 蒸软的紫薯倒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白糖 白糖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链乳 没有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一些果酱或者说是其他的都可以 再加入适量的牛奶一点点 把它捣碎 感觉到它有一点干的话 我们就再给它加入一点牛奶 这个是可以自己去调节的 做好以后 我们现在将它放到一边 我们现在整理面团 在蒸紫薯的时候 这个面团它已经发好了 因为现在天气还比较热 即使没有发好 用半发酵的面团都是可以做的 因为面团比较软 案板上最好是撒上一些干面粉 手上也抹上一点 这样就好操作了 很多朋友就是面团太软了 就不会操作 将它取出来 轻轻地裹上一圈干粉 这样它才不会粘连 将它揉一下排气 我们将它切成两份 拿一份来用平底锅煎 拿一份来用烤箱烤 盖上保鲜膜防止干燥 将面团擀开 擀开以后 用手来这样再提拉一下 这样就可以将它提到中间薄 四周厚 用手这样子一边提一边转 这个面团它自然就拉开了 做好以后将它放入锅中 如果你的锅是粘的话就一定要刷油 如果是不粘锅的话就可以不用刷油咯 吃的比较甜的 我们再给它加入一层链乳 撒上芝士 然后再将这个紫薯铺进来 没有紫薯的话可以用新鲜玉米来做 将新鲜的玉米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再到上面撒一层芝士 做好以后盖上盖子 让它在这里醒至十分钟 其实做披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叉子给它插上一些小孔 这样更容易熟透 做一个火腿味的 在底部给它刷上一点番茄酱 或者说是灶烧酱 什么酱都可以 刷上以后 撒上适量的芝士 然后铺上火腿 铺上以后 再给它撒上一层芝士 因为家里面没有青椒了 就给它来一点洋葱做装饰吧 这个披萨放置了十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就开火来煎 开中小火 先一面煎五分钟左右 煎至披萨底部定型以后 给它喷入清水 立马盖上盖子 就用家里面喝汤的勺子 这样一勺子就可以了 喷清水既可以防止它煎糊 又可以保证它内部熟透 喷入清水以后 我们将火力调到最小 让它慢慢烤 烤熟为止 现在这个芝士已经完全融化了 而且它的底部是煎的微黄的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烤的这一个250度提前预热 放入烤箱下层 烤10到15分钟 时间到 就可以将它取出来了 我这个是250度烤了15分钟 烤箱烤的这一个 要根据个人烤箱的情况来看 就是烤到后面 如果你觉得它会烤焦的话 就给它垫上一层锡纸 这样就能够防止它烤焦 对比一下 跟喜欢吃哪一个呢 来尝一下今天做的这个紫薯的 嗯 这个披萨面团是非常柔软的 然后这个紫薯泥的话 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 只要你酱姿酥泥调的好吃 这个肯定非常的好吃 你吃得完吗 好吃 好吃 嗯 尝一下这个 好吃 嗯 真的好吃 甜甜的 如果你要吃拉丝的那种的话 一定要记得买的时候要看 它是不是拉丝的芝士 要买专用的 还有就是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它就会拉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小方的频道 以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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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